大洋傘 曾丁白沙 遊客享受冰涼海水 但是放眼望去 除了遊客之外 最醒目的是一頂又一頂的 大洋傘 而且占據了一整排海岸線 就有一點的煞風景 怎麼說 因為就都會一直拍到洋傘 帶洋傘來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會吹走 而且還要自己用 遊客對於眼前的大洋傘 是又愛又恨 為了方便遮陽 業者提供了付費大傘 但是除了要拍照卡卡的之外 也有遊客質疑 這些傘業者24小時的擦在沙灘上 根本就是霸占海景第一排 倔佳位置 民眾一找到了白沙 洋傘已經一根根的立好立滿 一整排看過去 破壞了沙灘美景 對照一下下午畫面 無論有沒有遊客細水 這些傘打開或是合起來 永遠都在 觀察洋傘擺放的位置 面對沙灘的第一排 還有預備傘擦在沙灘上 這樣遊客不租傘的話 可以擠到哪邊去 也要擦好久 沒有 後面沒燈 沒有 沒有 我也沒燈 站起來要搶到立場 等於我站在地上 我要先住 被疾控洋傘霸注沙灘 業者無難 他們是合法申請的 會流出了救生通道 如果有民眾要自稱傘 他們根本不會阻止 在墾丁 除了白沙有散海 南灣的數量更是驚人 加上船帆十這三處海灘 啃管處表示 除了會要求水上活動的業者 和遊客得有所區隔之外 洋傘的擺放沒有限制 而且唯一不能擦傘的區域 是大灣有起區 通常會同意他們留一排 把那個範圍標示出來 整個沙灘都是公共的 主管機關強調 沙灘是公共區域 不限制民眾來使用 但是該怎樣讓 汐水的品質可以提升 洋傘是好意還是煞風景 恐怕暑假來臨之前 得先做好規劃 避免爭議 三連新聞黃啟超 朱宇蓉 評通報導